小宅是个典型的月光族,每个月的工资还没午热就要被他拿去还款了,这天小宅又收到了白条还款的通知,小宅忍不住发牢骚,哎,这个月又要吃土了,然后旁边的同事就开始挖苦小宅,说小宅还年轻又没有谈女朋友,当过月光族没啥问题,听到同事这样说自己,小宅就更加郁闷了,月光族又不能怪自己,谁叫工资这么低,一个人都不够用,交女朋友就不够了。 就别痴心妄想了,上班摸鱼的时候,小宅意外发现自己心意的那款游戏机又有货了,小宅非常激动,准备立刻下单,结果发现自己的额度不够了,于是小宅又尝试了几张信用卡,然而这些卡也都透支了,没有一张是可以用的,哎,算了吧,一卡养卡还是不行,只会越用越多。 就在这时,手机突然弹出来一个小广告,恭喜你获得了人生白条使用权,请点击图标下载。 咦,这是新出的网贷APP吗?刚好现在急着用钱,小宅想都没想,直接点击下载了。 一番注册后,系统提示小宅有20万的使用额度。 小宅高兴坏了,这个APP真不错,居然给这么高的额度,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。 于是小宅就开启了疯狂买买买的模式,一口气买了好多想买的东西。 一个月过去了,系统提示小宅还款8848元,虽然小宅已经很克制的花钱了,但这将近9000块的还款,小宅将工资全部都搭进去也不够。 就在小宅打算分期还的时候,他发现下面还有一个其他选项。 点击一瞧,小宅惊呆了,居然可以用身边的等价物来还款。 人际关系,亲情,运气和健康。 看到这几个还款方式,小宅瞬间就明白了,为什么这个APP叫做人生白条了? 那就先试一试人际关系吧,毕竟有的人际关系根本就没用。 首先小宅就选择了同事脑王,毕竟这个脑王喜欢说风凉话, 经常挖苦自己,如果真的和他断绝人际关系,那反而是好事。 点击确定后,系统显示已换款600元。 隔天小宅和一个同事正在休息室抽烟,然后老王过来了,他也过来抽烟的。 不过抽烟过程中,他没有和小宅说一句话,似乎两个人根本不认识一样。 不过小宅也不在乎,这样更好,断绝和老王的人际关系耳根更亲近了。 不过话说,老王的人际关系也太不值钱了吧,才600块钱都不够吃一顿大餐的。 于是小宅又将几个不经常来往的亲戚纳黑了。 一顿操作后,小宅的白条全部还清了。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,小宅的联系人越来越少,他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断绝人际关系的了。 现在就剩下运气和健康两个选项了,而健康肯定是不能碰的,那就试一试运气吧。 毕竟这种看不见的东西还不如换成千来的实在。 将一个月的运气抵扣出去后,小宅的白条额度瞬间就还了两万块,看来还是运气比较值钱啊。 这天晚上,小宅在酒吧喝酒的时候,看见一位漂亮的妹子将手机拿下了。 于是小宅急忙追了上去,将手机还给了妹子。 妹子非常感激小宅,还请小宅喝了酒。 就这样,小宅和妹子认识了,并且很快成了男女朋友。 此时对小宅不仅开始怀疑,那个人生白条up是不是出了问题? 明明抵抗了一个月的运气,怎么自己反而还走了桃花运? 不过小宅也没有多想,因为她已经完全沉浸在和妹子的热恋中。 和妹子交往半个月后,小宅发现自己的开支越来越多了。 不过也正常,毕竟每次约会,小宅都会选择那些高档餐厅吃饭。 而且妹子也喜欢购物,多花点钱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,小宅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 同事们都觉得小宅是不是病了,让她早点去看医生。 而小宅急忙解释,没事没事,最近熬夜打游戏,所以看起来有些憔悴而已。 其实小宅也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太一样了。 于是她问妹子自己的脸色是不是不太健康。 结果妹子说没有不健康啊,只是比之前瘦了。 你瘦一点好看,喜欢这样瘦瘦的你。 听到妹子这样说,小宅也就放心了。 可是另一边,妹子正在疯狂的买买买,买化妆品,买首饰,买豪车。 她没有告诉给小宅全都是偷偷购买的。 与此同时,小宅越来越瘦,身体越来越弱,最后连呼吸都费劲。 渐渐的,小宅没了直觉,也没了生命体征。 面对小宅突然死亡,公司机理感到很费解。 小宅这小子做事还算勤快的,可是这几个月和同事的关系越来越差,公司的老客户也不和他联系了,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 小宅的母亲同样也很困惑,小宅好端端的,怎么突然就死了呢? 并且通知亲戚们参加葬礼,亲戚们都不来,说不认识小宅这个人。 最后,关于小宅的死亡,只有同事脑王知道一些线索。 因为他看见小宅在酒吧认识一位妹子后,小宅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了。 所以脑王就分析,这位妹子肯定是个败金女,最后将小宅给榨干了。 小宅到底是怎么死的呢? 视角转到妹子这边。 原来妹子发现了小宅手机里有个人生白条APP, 并且她还发现了里面有个隐藏选项帮别人还款, 于是妹子就偷偷设置了用小宅的健康帮自己还款。 在刷完额渡后,妹子就将记录删除掉了。 所以小宅直到生命最后一刻,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 小佑漫画,下次再见。